火箭前主帅麦克海尔认为哈登个人特职并不适合担任领袖 资料照 美联社 记者年秒云综合报道 大胡子哈登 James Harden在魔兽豪尔德 Dwight Howard离队后成为火箭指标球星 也尝试领导球队 但前主帅麦克海尔 Kevin M.C.Hale 却认为哈登个人特职并不适合担任领袖 保罗 Chris Paul的到来正好能分担这个工作 哈登能传球也是个全方位的球员 但却不适合当领袖 麦克海尔在节目上表示 哈登上季尝试扮演领袖角色 也试着去完成所有事情 但实际上他不适合带领球队 而保罗的加入让他可以专心把球打好 麦克海尔认为 每支球队都没有个球员负责发声 且得是大家愿意聆听他意见的领袖 但显然哈登并不适合这样的角色 假如哈登跟你说 要试着把防守做得更好 你会接受吗 相信我 我也曾待过那里 只要每次哈登在休息室里提到防守 大家都低着头 把手放在额头前 麦克海尔强调 保罗的加入对哈登而言 绝对是件好事 可以让他做想做且上场的事情 回归到篮球员的本职 不必去担任球队领袖 因为这并不适合哈登的个性 视频就没发这种 究竟领袖 蜂 cavド он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